收好行李 穆罕默德准备出发 前往美国接种疫苗 印尼旅游业者看准疫情升温 许多人想要打疫苗 防疫疲劳 许多人想要出国旅游 就把两个结合在一起 推出赴美国打疫苗的方案 至少八天的旅游行程 费用从1100美元到3700美元不等 目前已经有100多人预定这项方案 印尼疫情持续延烧 全国累计确诊数突破200万大关 疫情出现失控危机 让民众对政府的防疫能力大为不满 印尼近期单日确诊和死亡数都创新高 亚加达新冠病床的使用率也已经将近九成 医疗量能拉紧爆 病故人数急剧增加 让亚加达北部出现了许多临时目的 当局已经扩大并强化疫情红区的管制 极力收紧防疫限制 盼望能控制住这波疫情 环宇新闻图文军综合报道 请您继续锁定环宇新闻网 以及YouTube环宇新闻频道 并且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接收更多全球新闻报道